明明坐在同一间教室 上同一堂课 做同一份考卷 为什么学霸们总是学起来越来越轻松 而我 不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每一次却只是刚刚好及格 悄悄告诉你 有数据显示呢 很多学霸的智商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只是他们掌握了科学式学习技能而已 上一次呢 我们提到了学习规划的秘诀 那么今天 我们将会为你们继续揭晓 学霸的记忆大法 第一 有效笔记 人人都会做笔记 但不一定人人都可以考到好的成绩 很多同学以为 只要把老师给的重点 一句一句的抄下来 就等于学会了 尤其很多人喜欢把笔记做得五颜六色 越缤纷越密集 就越有成就感 但你一看学霸们的笔记 往往都是简洁许多 有句话说 其实做笔记是栽入要点 取其精华 重点在于 自己有没有消化了知识的内容 以及理解逻辑框架 所以做笔记的时候 一定要用自己最容易理解的方式 比方说 多画一些概念图和图表 来深化提炼和总结知识的要点 第二 记忆大法 大家都知道 考试有很多的科目 需要大量的记还有背 比方说 初学也有一大堆的formula 就算倒背如流 一旦紧张的时候 脑袋就会一片空白嘛 那学霸们怎么样才可以背下来的呢 其实每个人的记忆方式都不一样 研究也说 记忆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的 有些人是属于视觉记忆型 是需要靠图表 色彩来加深记忆 有的人则属于听觉记忆型 需要反复的阅读 还有听录音来记东西的哦 也有人喜欢把联想法靠逻辑 讲故事 实体化 想象力 结合环境等等的方式来记住书本的内容 所以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哦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死记硬背 如果遇到比较难的 比较多的内容 就一定要反复的练习 还有啊 背书的方式呢 不要往往只有一个顺序 比方说背生字的时候 如果你是从A开始 那你很有可能只记得A开头的Apple 相反的 学霸们呢 每一次都会从不同的章节 还有段落开始背 这样呢 才可以加强整体的记忆 第三 当别人的小老师 学习呢 绝对不是孤军奋战 平时在学校也可以找朋友帮忙 也可以来个互相问答的小游戏 都会比两人独立学习来得有效哦 另外 你可能也会发现 学霸们呢 通常不只是会做题 而且还可以教别人 甚至举一反三 其实 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当小老师 给朋友 还有家人呢 复数学习的内容 目标是他们能否听得明白 过程中呢 如果有讲不通的 讲不明白的地方 就要马上记录下来 再进行反思 只要坚持这个方法 两到三个月 你的记忆力 概括 还有表达能力 甚至是写作能力 一定可以 突飞猛进的 第四 提高专注力 有些同学呢 花了一整天 十几个小时 在学习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成绩 却往往不理想 到底为什么呢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专注学习的时间 只有两到三个小时 而其他 都在分心 其实 这只是一种 自我感动的学习方法 效率非常的低 而人类大脑 同时在处理 待办事项的能力 是有限的 如果能够专注 做一件事情 反而会事半功倍哦 这里给大家提供 一个学霸的口诀 专注的时候 做比较难的 疲累的时候 做容易的 很多学霸呢 在学习上 除了比其他人专注 也因为他们懂得 分配这些专注力 我们可以尝试给自己塑造 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有一些白色的噪音 是最好的 比方说一些轻音乐啊 下雨的声音啊 同时 远离手机的诱惑 也应该经常收拾你的座面 保持整洁 减少自己呢 在学习遇到困难时候 习惯性的转移注意力 无论是学习 还是备考 过程中 最需要用到 很多很多的脑力 还有体力 最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身心健康哦 很多的学霸 其实不常熬夜的 熬夜出了伤身 还会让自己的专注力下降 导致学习没有效率 因此 大家要适当地休息 偶尔运动 制定有弹性的作息时间 也别忘记 给自己多一点信心 减少压力的累积 就算 真的当不了学霸 你也能够 断得自我争执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闯出一片天啊 我是Dino学长 陪你一起成长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吧 拜拜